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Fx是一個三次多項次 那滿足這些條件 那如果你給他帶2的話 這個函數值應該多少 那我就假設 因為他是三次 我就假設這個三次多項次 是Ax三次方 加Bx 平方加Cx 再加B 好,那現在呢 帶1下去的話等於2 所以現在給他帶1 帶1下去等於2 也就是說 A加B加C加B等於2 然後你給他一次微分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3Ax平方 加上2bx 加C 那你給他帶1的話 也等於2 2 你給他帶1嘛 一次微分帶1也是2 帶1下去 3A加2b加C 這個也等2 好,那兩次微分 x等於6Ax 等於6Ax 加2b 你帶1下去也等於2 帶1下去也等2 2等於多少呢 6A加2b 好,那三次微分 三次微分 三次微分就是6A了嘛 你帶1下去的話也等2 也就是說2齁 等於6A啦 那A等於多少 A的話呢,是等於3分之1嘛 2除以6 3分之1 那6A的話等於2嘛 6A的話等於2的話 所以2b等於0 9B就等於0啦 好,那我現在的話呢 這個3分之1代 這是1嘛 這是0 所以C的話就等2 C等於2啦 好,那這個A是3分之1 2齁 等於A是3分之1嘛 加B B是等於0 加C C是2嘛 加D 那這2消掉 所以D的話等於多少 D的話等於-3分之1啦 也就是說齁 Fx等於多少呢 Fx齁 是等於3分之1 X的3之方 D等於0 加C是2x D的話是-3分之1啦 那我現在給他帶2嘛 我給他帶2 這是3分多少 3分之8 這2的3算是8嘛 加4 減掉3分之1 所以是4 加多少 3分之8-3分之1 就3分之7 所以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是 3分多少 12 等於19 這個可能有點算錯 這個可能有點算錯 那我們看看齁 這個是6A 6A的話 等於2 歸3次齁 沒有錯6A 6A等於2 A等於3分之1沒有錯 這個是2嘛 B等於0也沒有錯 那 這是1 這是0 沒有喔 這個好像算錯了 3分之1是1嘛 這是0嘛 所以2-1 應該這個應該是1 C應該是1 那 C等於1 那現在齁 帶進去 這個是2嘛 這是3分之1 這B的話是0 C的話是1 C是1 那D應該多少 D的話就應該是等於那顆 2 2 這等於3分之1加0 加1 加D 那D應該多少 D的話呢 1過去1嘛 1減掉3分之1 這是3分之2 所以這裡算錯了 好 那BX齁 這等於多少呢 等於 A是3分之1嘛 3分之1 X是3次方 加B就是0 加上C是1嘛 X D D的話是3分之2 好 那我現在也要帶2 這是8嘛 3分之8 加上2 加上3分之2 等於多少呢 3分之多少呢 這加起來是10嘛 它叫做通溫 3分之6 所以是3分之16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A 3分之16 3分之1 其實是9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 感谢观看